尽管知道要打疫苗 小学生看到针头 还是下意识想逃脱 现场出动好几名医护人员 才顺利完成施打 台北市5到11岁学童 已经有7万9千多人 完成第一剂疫苗接种 比例将近6成5 但施打第二剂的意愿 却不到6成 我们从整个台北市的 这个接种的情况 第一剂打到现在 已经大概接近 百分之65左右来 那第二剂的意愿 我们大概也做了意愿调查 大概各校的意愿的情况 大概是六成左右 接种率之所以会有落差 主要是因为有些学生 进入到国中阶段 另外也有家长想观察 孩子施打后的疫苗反应 再决定要不要打第二剂 如果错过时间 7月2号之前 各行政区也有加开接种站 暑假期间 台北市疫苗预约平台 和医院儿童疫苗特别门诊 同样提供接种服务 七八月暑假期间 两种管道都持续留着 一个是预约平台 预约平台每一周都有名额 第二个是医院 儿童门诊都有名额 国内疫情逐渐远离高原期 但为了提升儿童保护力 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5到11岁儿童 第二剂疫苗接种间隔 缩短为4到8周 台北市也赶在暑假来临前 安排医护人员到校接种 希望第一剂疫苗覆盖率 可以达到7成 让学生能够安心放暑假 即使邱顺明台北报道